汽车在上坡行驶时,需要的驱动力比在平路行驶时要大,驾驶员必须依据坡路的长短和抖缓,采取适当的操作方法。 预缓坡时,上坡前,若交通情况允许,要充分加速,并保持此势头,一股坐气通过上坡路段。 汽车在上坡过程中,若感觉车速渐慢,声音变低,说明汽车动力不足,应及时或提前减挡,若等到车无力行驶时,再减挡,为时已晚。 减挡的方法,除外一般的减挡要领操作外,最重要的是掌握好减挡时机,减挡过早,动力不能充分利用,过晚,造成动力不足,甚至停车熄火。 在上坡途中,若感觉发动机动力有余,可进行加挡操作。 其操作的关键是,适当加长冲车时间,掌握快慢快的动作要领。 坡度很陡时,应在上坡前提前减挡,若途中减挡比较困难,可以超级减挡,以保证发动机有足够的动力。 当汽车接近坡顶,出现盲驱时,必须降低车速,并靠道路右侧谨慎行驶。 汽车下坡时,速度越来越快,使用制动减速的频率越来越高,驾驶员应根据具体情况,采取不同的制动方法,安全顺利地通过下坡路。 当汽车在接近下坡时,应松开加速踏板,利用发动机的迁组作用减速,同时将脚放在制动踏板上,准备制动。 当汽车进入下坡后,发动机的迁组不足时,应适度踏下制动踏板,使车速进一步降低,直至安全的速度。 下坡时,制动器由于长时间使用,会因过热而降低效能或失灵,所以应提前减打,充分利用发动机的迁组作用,并采用间歇制动,使汽车保持中速行驶。 下坡驾驶注意事项 一、下坡不要空挡滑行 二、当感觉制动效能发生变化时 应急早停车检查 若制动突然失灵,应沉着冷静 用强挡方法增强发动机的迁组作用 同时使用手制动 尽快找安全地带停车 三、制动要有预见性 使汽车减速平顺 避免紧急制动 山道是各种坡路的统一体现 山道驾驶是坡路驾驶的综合运用 并在坡路驾驶的基础上增加了转弯和视线不良等许多难度 在山道上行驶时 驾驶员更要集中精力 合理地控制车速 灵活地掌握方向 适时的使用制动 谨慎驾驶 确保安全